兔子是不愿意搞事 可不等于软弱可欺 众花家的雷霆之怒 可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最近的缅北风云 就是最好的例子 管你什么四大家族 要电炸集团消失 那他们就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坐拥十四亿人的众花家 一旦想干成一件事 那就没人可以阻挡 所以不要拿固有印象来看我 兔子是习惯先礼后兵 而不是只会打嘴炮 而且我们说过的话 那也不是嘴炮 都是即将发生的事实 看看如今的联合国就知道 没有实力的话 那是打嘴炮也没人理你 而兔子随便说几句话 可能就会被联大郑重讨论 这就是我们的强硬事 在后面做支撑 兔子说话的底气 是和东风快递设程挂钩的 东风四十一 一万四千公里的设程 让我们可以对任何国家 说任何话 对方还得当回事 但其实在众花家刚建国的时候 蓝星上没人看得起兔子 朝鲜战争的时候 兔子也警告过鹰将跑几次 可当时兔子不过是个小角色 而鹰将是西方阵营的大哥大 谁会理睬你的声音 而兔子也是头铁 你听不见不要紧 我能打到你听见为止 当兔子的板钻 连排十七国联军后 鹰将就知道了一件事 兔子的话一定要听 兔子的嘴炮一定要放在心上 不然下场就会很惨 所以兔子当初说了一句 鹰将 你不能过三八线 成为了铁一般的规矩 这就是兔子为何喜欢用嘴炮的原因 我们事先和你说好 你要是不听 那兔子就会给你上强度了 亲爱的白象 西京的建筑该拆掉了哟 不拆的话 你懂的 不认 兔子我们不认 兔子就是这么吊 一句嘴炮都能下的印度白象 不敢动他 只因兔子给白象的心理压力太大 自己主动挑起了入器 被兔子给直接打到了首股 相当于兔子的枪管子 直接插到了白象的嘴里 不服会上天的 而且就算是当初的老大哥毛熊 兔子也没耸过 用最极致的嘴炮 把毛熊对的话都不会讲了 毛熊 我跟你讲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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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逼我的 后来毛熊气急败坏 想要在珍宝岛 给我们下把飞 结果反而被兔子给打了一顿 别太嚣张 三双炸 兔子的嘴炮 可不是简单的嘴炮 我们说了 就代表我们会这么做 不管你听不听 都改变不了 而兔子之所以会先礼后兵 是因为我们的背后 有着仲华家千年历史的神殿 兔子爱好和平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说服为主 实在说服不了 我们才会下场 仲华家经历了这么多的沧桑 深刻的知道 和平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而且兔子有这个实力 去创造和平 所以才会这么温和 兔子打嘴炮可不是软弱 而是不想用最激烈的手段 去挑起战争 但这可不意味着 我们就害怕战争了 众所周知 众华家最英派的团体 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你要战 那便战 兔子不会后退一步 战斗种族的称号 可不是白叫的